观众大家好 国际局势现在风云变幻 今天首先来跟大家介绍 在中美大国角逐之下 东南亚东盟的一些国家将来会怎么样选择 他们选择的要件条件是哪些 今天我们首先谈新加坡 因为我人也在新加坡 为大家梳理一下 到底新加坡介于中美的进逐之下 它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我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架构 我借用一句话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把它用在新加坡 会在这个中美进逐之下的选择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这一个中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中心其实就是指 新加坡从建国1965年以来 它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会选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是它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又服以非常务实 而且客观的去分析整个国际局势的走向跟变化 我们可以细说 我先跟大家再介绍 两个基本点是什么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两个基本点 第一个就是坚持 新加坡也坚持改革开放 但是改革开放它浮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它要照顾中下阶层的老百姓 所以它又从建国以来 就推动了很多很多的照顾中低收入阶层的政策 比如说是祖屋 在新加坡大概70%以上的公民 跟永久居民都住在这个祖屋里面 就保证了这个居者有齐屋 那居民 永久居民 尤其是公民 它是可以一个 以相当便宜的一个价钱 买到自己可以居住的环境 而且新加坡政府保证这个环境非常好 那另外 最近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国庆的大会的致辞 特别也强调 要照顾中下阶层收入 人民的收入 比如说那些在从事劳动力的 在清洁工 为人们扫地的 清洁工的 这个李显龙特别的在局众大会上面 强调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一个基本点 另外一个基本点呢 就是新加坡会强调 就是种族 语言 还有宗教 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为了维持新加坡的这个 整个社会的和谐 这是永远不可以逾越的红线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探讨 就是在中美大国进主之下 新加坡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新加坡会从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来选择 那我们先谈一个中心 新加坡在最近大陆的这个外长 王毅 刚离开新加坡 那实际上呢 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比较 就是美国他分别派出国防部长 这个奥斯汀 还有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到新加坡来 但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比较的话 有一些东西是 如果你把新加坡跟西方国家比较的话 你会得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王毅跟李显龙的会面的时候 双方都做出了对对方的赞赏 这个如果说是中国的这个外长到外国去访问 很少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赞赏的是什么东西呢 王毅赞赏新加坡 能够用理性跟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 这个赞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赞赏 那李显龙对于中国的赞赏是什么呢 李显龙赞赏中国处理这个新冠疫情 成功的控制住了这个疫情 这个李显龙对于中国处理疫情的赞美 也绝对不会出现在西方领导人的口里面 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 就是说这一次这个表态 这个是双方互相赞赏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从贺锦丽到新加坡 跟李显龙达成的一些协议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觉李显龙跟贺锦丽 他是在先进制造数码化领域加强合作 然后呢在网路安全 这个双方签署的三项协议 那两方总结认为双方的关系是增长和创新伙伴关系 那这个就跟我前面提到了 新加坡建国以来 一直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 相符合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王毅跟李显龙达成的一些协议 跟外长达成的协议 其中呢 我个人认为 就是王毅跟李显龙达成的 跟维文 就是新加坡的外交部长 维文达成的协议 尤其是维文的讲话 非常非常值得注意 跟观察 那这边有这个维文的一些讲话 那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维文他提到了 这个 数十年来 美国一直是本区域一个良性建设性跟积极的存在 但 大家请注意 他这个但就是很重要 但过去四十年来 最大的成功故事是中国 中国崛起之事不可逆 而在这个历史节点上 最大的悬念是中国将如何崛起 以及中国崛起会如何影响中国和现今超级大国 美国的关系 那经济整合自由贸易等皆为 世界跟东盟带来和平和繁荣的成功模式 今后是否能够维系 所以你看得出来 新加坡对于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逐 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他简单的话 就是说过去美国为此区域带来了繁荣跟安全 但在过去四十年 借由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越来越扮演一个引领区域走向整合 而且也让新加坡的经济得益 经济发展得益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是我们讨论中美经济竞逐 对于新加坡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向 另外就是如果要深入的去谈 我刚刚提到两个基本点 一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基本点 就是照顾这个中低收入 那这个的话跟将来这个中美之间 新加坡的选择可能没有太大的关联 但是呢 这个另外一项就相当有关联了 就是新加坡设定了几个不能逾越的红线 种族宗教语言 刚好在王毅外长来到新加坡之前 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跟英文的海峡时报 同一天都在头版显著的处理了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很耐人寻味 他的意思就是说新加坡要废除这个三栋法 那他要另外立一套这个法律 来规范就是禁止外国人干涉的法案 那这套法案呢 就是要规范新加坡的政治人物 特别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比如官员议员国会议员 还有一些意见领袖 只要他们跟政治有关的 就不能够接受 这个外国的这个政治的资助 那他里面呢 就是非常有意思 联合早报特别还提到了 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 美国的使领馆的人 涉入了新加坡的内政 然后而且允诺 这个如果反对党选上的话 就算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给予你美国的这个拘留权 那新加坡这一次的这个修法 那着重在这方面 我相信不完全是针对美国 但是呢这个对于在中美大国 竞逐之下 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防止的作用 那防止的作用在哪里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 它是前英国的殖民地 然后又处于马来半岛 所以大家选择了语言 因为种族有所谓的三大种族 华族 马来族 跟印度族 所以语言宗教就显得相当相当的敏感 那这个就会牵动到新加坡的政治 而前一阵子 在新加坡的这个污节路上面 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在理工学院 担任讲师的一个华人 在污节路上面拦下来一个 一对情侣 那这对情侣 男生是印度族裔 女生是这个华族跟太族的这个混合 那这个讲师不分清衡照白 趋近他们就质疑 这个印族的新加坡人 说为什么专门要找这个华族的女生来下手 然后这个东西刚好又被拍起来 然后被泼上网 引起了轩然大破 所以李显龙他在这一次的 最近的一次国庆大会里面 也特别的提到 就是他探讨华人是不是有这种 享有优越地位 所以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种族宗教语言 对于新加坡未来选择的发展路径 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这个角色之下 中国跟美国将来为了这个 会为新加坡的这个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提供怎么样的路径 对于新加坡最有利的 这个就会影响新加坡未来的选择跟走向 这是另外一点 那我们除了讲这个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以外 我们也要谈谈 就是将来新加坡跟中国的关系 可能又会迎来一个 一个绝对跟过去30年 不同的局面 怎么讲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七八年邓小平来到新加坡 回到中国以后 他特别提到 要加紧学习新加坡的模式 那他来到新加坡 对于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影响相当深远 那新加坡也借由中国的改革开放 获利良多 首先是在苏州工业园区 这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 第二个是天津生态城 第三个是在重庆 重庆的话 因为涉及到西部大开发 所以双方又讨论到互联互通 这个未来的发展的架构 当然还有在广州 也设立了一个项目 但这些项目 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 如果摆在其他国家 其实都是很大的事情 因为新加坡 我刚刚提到种族相当复杂 那在新加坡的马来人 或者是新加坡的印度主义也会说 那现在马来西亚或印度 经济发展也很快 为什么我们不用政府的资金 通过我们的方式去搭乘他们的搭顺风车呢 所以就可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心之间经济上面的互通有无联系 是相当紧密的 而且也相当敏感 那展望未来 现在大陆的企业 中国的企业 不管是阿里巴巴 腾讯 还有这个字节跳动 也越来越选择新加坡 作为进军东盟 甚至在亚太担任总部的跳板 尤其是字节跳动 选择在中美贸易战之间 本来美国为了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他要制裁字节跳动 结果字节跳动 TikTok也选择在新加坡作为总部 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跟中国之间的经贸的合作 可以说是超乎新加坡跟美国之间的合作 那展望未来的话 那会跟过去这30年 就是新加坡的资金到中国去投资 会完全不一样 以后会呈现出来一个双向之间的流通 所以我们综合来看 就大家非常关心在大国竞争之下 现在到底新加坡东盟会采取怎么样的做法 我们第一个就要谈到新加坡 我们要了解新加坡 它的决策的过程 跟它在乎的东西 它的一些要件是什么 所以我刚刚归纳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请不吝点赞